那个开化行事真实之地就是知诚心 就是知心 诸真实慧就是深心 慧于真实之地就是大悲心 就是回向发愿心 诸位细细详详这三句话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世尊在华言会上 把大华言付诸给谁呢 这现在你们都读到都听到了 付诸于大心凡夫 哪些人是大心凡夫 居足这三个真实就是大心凡夫 这三个真实也正是山岛道大死 在《无量寿经》 《观无量寿经》 《诸节》里面所说的 一切法从真实心中做 他这句话说了好几遍 真实 什么是真实呢 就是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 这三个真实 我们把这三个真实做到了 就是大心凡夫 就是大方广佛华言经的当机者 是大方广佛华言